第一张纪扬给我买的订婚戒指 三天后 在他白月光的生日聚会上 单膝下跪 戴在了白月光白冰的无名纸上 只不过那戒指有点松 白冰手指一弯 便叮的一声 掉在了地上 视频里的纪扬 尴尬的眼神 赶忙捡起 当着众人面说着肉麻的情话 冰冰 我还在你 你愿意回来吗 声畏俱下 感人废物 眼角躺着几滴可笑的猫尿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随友 更是接连发来好几个视频 令附加了条消息 HHHH 怎么你追了八年的男生 现在和个舔狗一样 这话说得极尽粉色的嘲笑 如同把我早已千疮百口的心揭开 又狠狠地撒了吧 他说得没错 我拿命豁出去爱护的男孩 竟然是别人的甜蜂 我爱了他多少年 他就舔了多少年 那没戒指 是我对这段感情最后的期待 可如今 竟是为他人做了嫁 轻叹一声 原本紧促的没头乎的书 干脆利索地 给随友回了条消息 我和他不熟 咦 季阳算是我的竹马 他性格内容 沉稳踏实 是我理想中男友的样子 追随了他八年 也算是艰苦卓绝 直到三天前 晚上他带着一身酒气回来 出乎寻常般紧紧抱住 在耳畔低声说 我们订婚吧 明天就去挑选戒指 说不激动是假的 眼泪不听确地直往下来 季阳内腕对我异常亲密 脱鲁的冲撞 换成了温柔的银河 直到季阳急促的喘息 停留在我的脖壳 热气不断喷洒 嘴里不断地呢 灵灵 灵灵 心困时猛的一击 原本银河的身躯树的停滞 眼睛更疼 原来 原来他把我当成了白冰 床围之势 心爱的男人 却呼唤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 还有什么比这更侮辱人的 爱是假的 呵护是假的 我在他眼前 终究抵不过白冰的一丝温情 终究是个供他发泄的备胎吧 那晚 我是含着泪过的 冰冷刺过的 第二天 季阳看起来精神额 没理会我的情绪 自顾自地洗漱 传胆 临走时 凑到我的眼前 笑容满满 千语下班的时候来找我 我们一起去挑戒指 说完 并在我额头上深情依 看着面前的季阳 他还是我一如既往深爱的人 岁月似乎格外带着善待他 都舍不得在他身上 留半个眼睛 定昏了 季阳就应该会收心吧 就说明 他已经试图放在白月光了 对不对 我强安慰着自己 振作起精神 企图在原本无血色的脸上 脸出丝丝笑容 但 达脸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看着视频里 寒情默默的季阳 白冰无名纸上的那枚戒指 我怎么觉得那么可笑 那枚戒指 是用季阳身份证绑定的 男士一生只能定制一个 还记得当时 季阳伴俩着身子 在柜台前认真挑选 与柜员不断调试的谋 怎么看来 都是深情 期间还因为价格的原因 我试图和电影砍价 季阳倒是出乎寻常的痛快 不用了 直接打包吧 现在想来 怪不得那么痛快 原来不是给我 我边收拾着行李 边回想着 和季阳之前的一起 只不过 收拾的是他的行李 房子是我的 这么多年 蹭吃蹭住的人是他 枉费水电暖一分都没交过 是他给了个药品 是时候该滚蛋了 二 把季阳的物品 简单整理风 在一个纸箱里 随便扔在了文房 连同五年前 我过生日时 他在地摊上 花二十二块钱 给我买了不老熊王 人就是这么奇怪 深爱时 随手丢弃的东西 都能当作宝贝 一旦咽气时 在珍惜的东西 都觉得渣热 季阳没给我发一条消息 反倒是那个损友 接连给我发了好几十条消息 想必都是嘲讽人的屁面话 照就没搭搁 给季阳发了个消息 订婚取消 分手 微信拉黑 删除 电话拉黑 删除 甚至连微信的添加方式 浅绿色都拉成了灰色 既然很清楚 就被决定了 今天周三 照就是上班的人 身为一名资深社区 工作的强压力和快节奏 足以让人置信 根本没有空下时间来碍你的身上 今天的办公室格外热闹 同事王倩 兼规逆见到我 屁股下眼 熟练一花 递给我一个包装精致的行 这是隔壁运营部同事的喜悼 人人永乐 顺带狗狗碎碎的折了只手机 让我快点看 递给我个自行铁会的眼神 王倩和我是大学同学 又在毕业后同期应聘录制 都在试试 骨灰及闺蜜的关系 自然而然 纪扬以及白冰三人之间的情感瓜 他全都致行 打开手机 王倩给我发来几张照片 放大一看 是白冰何谓陌生男的照片 二人共同上了两宝世界 行为举止 看起来是轻人 那男人看起来老成许多 又代表中年地中海多 甚是留意 王倩和我八卦 那男的是个报告 城中村拆迁 分了好几千万 还外加好几套 是他昨天晚上下班 被我拿猜到的 算是偷拍 言外之意 白冰就是个妥妥败金 表面装单纯掉着记号 其实不然 水性羊花 剑前眼开 那季阳就是傻X 好坏人不分 王倩暗骂 替我打抱不平 我笑笑 关掉了手机 把昨晚准备的工作资料 递给王倩 别想了 赶快工作吧 要是以前 我只不定会高兴到疯店 昨晚季阳前脚刚真情告白 后脚心爱之人 就找得精准 这岂不是天大的荒唐乐事 现在 算了吧 是死是活 与我有何关系 三最近公司 新接了个假方爸爸的大Case 几乎所有市场部的同事 都在加班过 只能趁着中午吃饭的功夫 微微想尽 巧的是 上席手间几分钟的间隙 竟碰到白冰 大学时 白冰是我小一届的同专业寻美 在一次专业课程交流会上 季阳来找我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白冰 季阳告诉我 他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人 还用极度卑微 且哀怜的女票哀求 求我一定要帮他 要不他会遗憾终身 当时 秉着有一个种爱 叫做放手的高尚朋友 我把白冰的联系方式 给了记忆 没过几天 就看到他们两个朋友圈关宣 速度真快 现在 白冰和我认识在同一角度 他比我后进公司两个 我再试成目 他在销售呼二 上个洗手间 竟然从二楼上来五楼 目的显得一见 白冰看到我 原先平静的神色 瞬间多了成屁 五官都变得张扬起来 我前脚刚迈进洗手间的门 后脚就被他硬生生推了出去 是我先来的 你出去 语气满是嘲讽高傲 我懒得和他争订 毕竟人处有别 谁料他竟把戒指说上 昨天生日聚会上 纪扬送了我的戒指 似乎早就有所准备 白冰从衣服回来拿出 神色变态 可惜 这戒指太松了 我戴不上 要不我 我送你吧 虽然这质量太差 但配你了 刚刚好 白冰是在和我训练 这么多年 不是第一次了 我神色自若 正要开口回头 就听到门口传出一阵疯刺 今天洗手间里 是有人吃屎吗 怎么这么臭 是王倩 边说边跑到白冰的身边 拱起鼻子 使劲秀了秀 最后惊喜地看向我 千人 就是这碗 又茶又水 白冰气得想打人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眼神犀利 想动手 你配吗 既然学妹不会做人 那学姐就好好教你 随后 凑近她的耳边 倾斜问候 对了 哪能戒指 垃圾吧 绿茶配垃圾 最适合 她手腕被我捏得通货 然而我却没有松开的 对别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谈 向来娇哄过你 哪会想到我这样带她 着急地想要挣脱 骂我无奈 骂我心肠歹毒 我只敢看 好人太难道了 偶尔当当无奈 也不乏一种乐趣 王倩哼哼了两声 挽住我的胳膊 趾高气扬地就往处走 早就看不惯她了 骂得真爽 真他妈解气 一边勾搭着季扬 一边还被老男人压在身底下玩弄 真是胃口好不挑食啊 我无奈地笑笑 细血道 我胃口也好 但挑了拉技 似估计是白冰受了委屈 专门打电话 向季扬告状 一下班 就看到季扬摆着张脸 把我打在公司门口 千语 你这是什么意思 季扬脸色异常 五指有力地抓住我的胳膊 附近有点罚腿 我吃笑 心觉季扬真是吃情好难 为了白冰 真是富装导火 别可笑 可笑我竟然深爱这样一个人 八年 整整八年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不熟 我说的冷漠 全然没有最初见到 她的欣喜和激动 那没戒指 就是压垮我这只骆驼的 最后一个闹槽 季扬眉头紧锁 眼底一片疲怨 甚至嘴角 还生出灵性的小胡茶 向来有节点她 可真是为难了 她的手仍旧紧握 我愈加厌烦 只觉彼此之前最后一丝铁面都留懂了 季扬 都是成年人了 你有权利去追求你的幸福 我也有 我承认 你得给我希望 但 有什么是比希望之后的绝望 更为人伤心的 既然不爱 何必勉强 我说的急言令死 自在控诉着 这八年来的委屈与不满 八年的追索 我曾把季扬当作自己生命的回造光 即便中间有了白冰 我也一直保持最初的体面和尊重 季扬生日 我高兴地提着亲手做的生日蛋糕 去她宿舍留下 却看到她与白冰男士同时的勇敢 她笑得叹怒 半腐着身子 脑袋轻抵在白冰的额头上 相互环抱的手 如胶似漆 白冰看到了我 很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蛋糕 娇滴滴地说 哇塞 季扬哥哥早就说 切鱼姐姐做蛋糕是一句 今天终于有口糊辣 不像我 这么笨 什么都不会做 其余的都忘记了 只记得了 当时 季扬看白冰那满是处意的眼神 还温柔地拍了拍她的头 对我 没有一句感谢 反倒看着白冰说 你要是喜欢 就让千语以后天天给你做 极度是真的 微微也是真的 季扬把我当成了伺候 甚至可以随叫随到的包裹 这样的日子 以后再也不想 季扬打死都没想到 我会说出这道理 她的脸色苍白 原本催她的双眸 暗淡了解 目光无神的紧定着我 嘴唇吸动 想要说什么 却始终没说出 僵持了解冰中 直到白冰 从公司戳出 季扬哥哥 你来接我啦 白冰的声音 既焦嫩又高好 愤不得让周遭的人都听到 这是在宣扬主权 真是好笑 白冰看到我在 脸色顿时轻转阴 身子软塌塌 依靠在季扬肩头 委屈巴巴 抬手洋装擦抹着眼泪 季扬哥哥 今天千语姐姐 真的好过分 说你给我的那个戒指不好看 说是垃圾 人家好生气啊 那可是季扬哥哥的心意 这一刹那 只觉得白冰愚蠢 他知道 那是季扬送他的礼物 却不知 那原本却是属于我的关键 提起戒指 季扬某个抬头 忽然意识到什么 原本紧盯犀利的眼神 竟多了几分温情 千千 季扬嘴角微微颤抖 以往 只有在情动的时候 季扬才会拖放我 千千 我也会因此 沾沾自洗半天 现在听着 却只觉得刺耳 倘若没有 昨晚的那次的视频 估计我到现在 还沉醉在 美好对人的幻想之中 心中不禁感慨 季扬啊 你真是 把我当成了个大傻子 白冰还想继续挑拨 却见季扬无动于衷 瞬间瞅起 扯拽着胳膊 袖口 疯狂求安稳 我扭头 想走 只见一辆黑色的奔驰大G 平稳停在路边 同时 副驾驶的玻璃 缓缓下落 一瓶足足两声的 大瓶绿叉碗的 从车窗扔出 看出来是使了力量 就差那么一点 就砸到白冰身上 太可惜了 伴随着白冰 骂骂咧咧的一声 尖叫 以及寂扬的愣着 坐在驾驶位 戴着深色墨镜的王倩 霸气 上车 紧紧短暂的犹豫 我方快地应了声 好嘞 就屁颠屁颠 就坐上了车 系好安全带 随着轰个一声油门 扬长而去 从后视镜一贴 白冰气地在原地直坐近 季阳 他是在看我 武 坐在副驾驶 身为多年设出的武 对于奔驰大G这种高端车 简直是渴望不平静 可现在梦想成真 暂时地欢迎过后 却自已 高兴不起来 季阳刚刚是伤心后悔了吗 哼 想法一出 我就觉得自己错了 八年的时间 只要季阳愿意真心带我 也不必落得现在的结果 他带我如此无情 我又何必因为他的一对眼神 而产生远移 这次绝不可以心乱 转移思绪 王倩车里放着他 和我最喜欢的游戏 Beyond的海和天空 随着音乐的高潮 红灯间隙 王倩情不自禁地自开起 嘴中还不停叫嚷 绿茶佩孔 天长不久 瞧着白冰 那绿茶样就咋了 Yu 扬言下次见 要是白冰在欺负我 一定会让他 他在地上叫爸爸 都不行 看着王倩激动的样子 我忍不住扑斥一下 笑了出来 原先的烦恋 顺势烟消云散 你说实话 这车是不是你租的 啊 我凑着半张凤城脸 笑脸相迎 是不是知道 我受委屈了 所以 刻意租了辆 给我撑场面 白冰喜欢旅游 纪阳曾租了辆 普通的奔驰车 自驾游 一个多星期 就花了将近万元 更别说眼下这种S级的奔驰大致了 我试图叹起身子 对王倩的脸颊 白顿不轻 这样好的姐妹 怎能管 只不过 嗨嗨 王倩见我如此莽撞 紧急着朝反方向 用手指指着后面 后面难道有人 我莫名其妙地看过他 再看看后面 瞬间识 千语姐 你好 一声清脆 却又带着年轻 和尔姆的声音传出 寻声探去 从下道上 声音的主人 穿着宽松的卫衣 浅灰色的卫衣 比穿着不服的 是那轮廓分明的五官 黄金 挺鼻薄唇 四目相对 如星星在银河长流中闪透 你 你好 我刚大的回应 瞬间转身 江一朵坐在副驾驶 手倖过着安全带 温咽了口超大声的口水 从上车到现在 我竟然都没有察觉到 一丝一毫有第三人的存在 王倩看我 后面的男生微微侧过身子 也在看我 我 微妙地空气蔓延 紧张到心跳 扑通扑通 跳个不停 在行车空倒的时候 我极力用眼神暗示 无关扭动 似乎在说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男的谁啊 你压得的 赶紧和我解释啊 王倩没理我 继续开车 直到平稳开到前方路边 帅气地摘下墨镜 告诉我事实的真相 千语 发财了 这是我给你找的男朋友 庄恒 你买意吗 我瞬间猛逼 这信息量太大了 反射弧都跟不上速度 还没从季扬的感情 从彻底缓过来 这就有男朋友 最主要 这难受我压得不认识 发财了 那这奔驰大劲 随后在王倩泪眼 咄嗦的景色中 我顿悟了 王倩家是土生土长的屁股 最近城中村拆迁 他家也发了一笔小财 因为是家里独生物 所以任性 买了台奔驰大劲 算是送给自己 刚设出这么多的 年的品尝礼物 而我 蒋千宇 身为复活的姐姐 怎能因为一个臭男人 就孤已自立 所以他特别 给我寻了个帅气小哥 古长 就是我想的 那个意思的那笔子 今早王倩给我发的白冰 和那老男人照片 就是在他昨晚回家 正巧入国 也正巧安排 轻易激动 顺手偷拍 因为都在城中 虽然 知根知底的 随便一打听 便能清楚打气 千宇 要不 王倩眉毛轻飘 嘴角不现出 郁郁郁市 丝毫不加言 是得回笑 我知道 王倩是想教训下 这对狗男女 替我出口恶气 这事 我没拒绝 但也没纵容 王倩的性格直爽 又讲义气 要是稍微一个冲动 再生个其他事端连累了他 真是不值得 恶人终究会有恶报 前世的因 就是这事的果 白冰脚踏两条船 纯属在自掘坟墓 他不会做人 自然又有人教他 何必脏了自己的手 至于纪亚 一个最熟悉的陌生文化 他还有什么 再去值得我留恋的 让王倩把我送到 前面的地铁站 不想那么快回家 想自己一个人走一走 散散心 至于所谓的 小男朋友庄横 嗨嗨 射出人事 销售不起 朝王倩使了个坏坏的意思 我的这个意思 绝对是他喜欢的意思 说完 下了车 和后座的庄横 挥手说了声 参见 转身就走了 这八年和纪阳的感情 都都转转 最后还是弱得的分道人标 同时也消耗了 我对爱情最初的那份热情 重真 更不敢再去全心全意的付出 当年的蒋千云 已经不在了 以后的蒋千云 更不会了 因为 我不敢了 六 今天天气 似乎很像我的心情 阴晴不定 还没到家 就吓起了 稀细利利的小五 家的附近 有个大型的连锁购物超市 以前下单 总要和纪阳 去日常购物 每次他走在我的身侧 我轻轻地挽住他的胳膊 总感觉 这就是未来生活的预论 他在哪里 哪里就是我的家 一个人推着超市的小红车 挑选着货架上的物品 虽然觉得缺点是吧 但这种感觉 让我格外安心 走到超市的水果区 冰柜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水 以及分块包装好的榴莲 说来算孽养 季阳最不喜欢吃的水果 就是榴莲 而我 偏偏是个榴莲的狂热爱好人 因为喜欢它 甚至改变了自己最真实的心 后来甚至找了个别角的铃 我对榴莲过敏的 多少人口中的过敏 毫根究竟 其实是对深爱那方的同情 与停望 我拎着小包的东西 往家走去 东西不多 但却是我对我八年 感情生活空缺的平衡 回到家 家门口季阳的东西还在 似乎她还没回来 从包里刚掏出钥匙打开家门 身后顿时传来阵阵急促脚腹声 下一步 熟悉的味道和热气 瞬间喜酒 芊芊 我错了 你原谅我 好不好 季阳的声音 切装起 后音又带着满意 她在求我 求我不要离开她 你为什么要杀我 你知不知道我好着急 稍急得要疯掉 她有力宽大的双手 紧锁住我的肩膀 用力很大 全身气冷 瞬间卸了她 我奋力地挣扎 极力地想从她的怀抱中 挣脱出我 季阳 放开 你弄疼我了 你混蛋 手里的购物袋 从手中滑落 重重落到地上 季阳如蜂魔一般 用她极具有公式般的吻 侵略着我 如果说 原先的吻是情调 是深情 那现在 每一次的触碰 只会让我觉得无比恶心 季阳 你疯了 滚开 滚 我含着泪咆哮 眼眶通火 衣领被扯拽得歪歪扭扭 我哽触更是隐移发 红肿的大板 你放开 一阵陌生 却有熟悉的声音传来 吭枪了 没等我反应 一股坚挺的力量 直接粗暴地将季阳 从我的身上拨打 下一秒 哼的一声 季阳直接撞到了墙上 随后狠狠地摔到地上 面前莫名出现了高大声音 借着楼道内 那若隐若现的生活灯 我极力辨别清楚了她的脸 是装横 原来她没自己 慌乱之中 她脱下自己的外套 紧紧地包裹住我的身体 试一让我先回家 这里她来处理 不明乎暗的灯光照应 下意识抬眼看去 她眉头紧促 神色凛然 眼里净是成车 她就站在我的面前 如一颗抵倒风沙的小白牙 坚定地告诉我 不要害怕 有我在 莫名感觉 身体中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推动中 如酒汗的浓田 得到了鱼水的滋涯 这是我和季阳在一起 八年从未有过的情节 我定了定神色 努力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 我和季阳 是时候做不了断了 你走吧 我不想看到你了 装横石的眼色 拎起地上的购物袋 进了家门工 没继续听以下的话 季阳 我已经不爱你了 昨天看到你把那枚戒指 戴在了白灯的手上 就那一刻 我的心彻底死了 你夺走了我对爱情最后的憧憬 让我再也不敢去爱 面前的季阳 从地面上帮我踏起 嘴一脚甚至躺出血迹 半个身子无力地倚靠在墙壁上 就那样静静 面色苍白地看着我 没有半点血迹 我们都是成年人 也该学会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以后不要来找我 我们 就这样吧 此刻我的心情竟出乎寻常的平静 如翼翁春水 竟犯不起丝毫的淹淹 眼角无泪 心无痛处 或许这边是不爱了吧 反倒是伎俩 亮相走近 紧握住了我的双手 鼓口哀求 谦谦 不错了 昨天是我喝酒 一时冲动 我 我 我喜欢你 你听我解释 我对白冰真的 我现在不喜欢她了 我喜欢的人是你呀 芊芊 如果我不喜欢你 又为什么要跟你订婚 结婚 可 芊芊 季扬哽咧着警示 眉头紧紧 眼角滑落地泪在眼盘上 有下清晰明镜的眼睛 季扬的这句喜欢我 足足等八年 要是以前 我会兴奋 钻到她的怀里 拼命撒娇 恨不得告诉全世界 我蒋千语 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孩 可是 这一切都来得太晚 太晚了 受伤的心即便愈合 那也早已伤痕累累 拨开外面那层脆弱的薄桥 满是伤疤 季扬 你走吧 就像这只不老熊一样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说完迅猛地抽出双手 不待丝毫犹豫 转身回家 我留给季扬最后的那丝丝情 随着那声厚重的关门声 轰的一下 呼音飞颠满 季扬敲打门的声音 扔在持续 心不难意乱 瞥眼看向了厨房 男生带着回去 伴随着水龙头 哗啦啦的声音 在清醒之后 你怎么还不走 我冷冷不问 七 他似乎一愣 熟练的动作停滞下来 拿了张抽筑 上下擦拭着手 我给你做完饭 再走 装横声音轻烈 后音隐敏带着微致的浓浓感 很有磁性 把他的衣服 挂在门口的衣架上 回卧室重新换了件衣服 顺带给王倩通电话 电话那边人声嘈杂 还有刺耳的音乐场 应该在酒吧 王倩没说话 应该没看到我来 不接了 挂了电话 坐在沙发上 办公着身份 后掌用力地抵在眉心揉捏 呼吸都变得沉重 季扬还在敲门 只是声音小的 动作的频率也放缓了 过了会儿 敲门声停止 门口传来指向搬动的声音 估计是怎么了 装横从厨房端来一碗汤面 里面有青菜 火腿 还有一个完整的溏心蛋 煎制得刚刚好 快吃吧 也不知道 合不合你的味道 说完还贴心地摸了摸碗壁 看是不烫着 筷子放到我的左手边 我是左撇的 他竟然会知道 大概王倩告诉我 今天折腾了一番 还确实是有点小贴 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拿起筷子 小品失了几 顺带和他聊巧片 装横母校体育系学生 比我小一届 毕业后也曾试着创业 现在在公司附近一家 跆拳道俱乐部 当专职教育 原来是学弟 也想起 王倩曾经有段时间 超级迷恋跆拳道 脑子一热 直接抱了个蛋 还硬拉着我去了几次 千语 等我变成跆拳道飞带 我看谁还敢欺负我 直经一脚 把他踢飞 说着左右手 方方撞击 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我们是不是见过 我放下筷子 眼底强然起一口笑容 正是这样 面前的装横 朝气不复 一身休闲键练的运动装 更是将原本有心的身材 衬服到我 比起每天眼底下看过的各式各样 却一成不变的西装 让人瞧着 心里一阵的舒畅 他眼洁煽动 乘车的毛子 呼得的明亮 鼓定的点了点头 对 思绪飘回到四年前 那天是我的生日 巧的是 我参加的互联网创新大赛项目 得了一等奖 季阳打电话和我说 要陪我过生日 好好庆祝 那时 季阳和白冰闹矛盾 白冰单方面提出了分手 眼瞅着自己的机会来了 我暗暗下决心 一定要把季阳拿下 让他知道 我是多么多么地喜欢他 爱他 穿着季阳喜欢风格的衣服 画着精致的装脑 在他最喜欢的餐厅 订了靠窗的位置 甚至偷敲敲出去 打了三个月的平工 买了个晴雨对劲 上面刻着我 和季阳的英文名字缩写 如果我主动理会 季阳会不会就答应 手中紧握着那枚戒指 心中小鹿般乱撞 激动的忐忑 坐里的暗 无料天宫不动 夏天的暴雨来得格外明烈 我一直等季阳 从下午六点 一直等到晚上十点 庄衡 就是这时见到 他在这家餐厅兼职 临近下班 换了工作服 穿着黑色的梯子 回过 看起来 身子有点爱享受 庄衡耐心地 给我训买了新的叉手 礼貌询问我 小姐 您的朋友还没有来吗 需要我陪您一起吗 我看了看餐厅墙壁上悬挂的古墓中 将近十一点了 摇摇头 到了县 起身变得了 给季阳打电话 手机从无人接听到关键 没有回复任何消息 犹如人间消失一样 到了第二天 季阳才后知后觉的名气 冰冰脚晚了 需要有人照顾 还告诉我 他最害怕打电 他离不开我 我佯装着洒落 强忍着泪水 用卫生纸使劲醒了醒 没事 没事 装横贴心的红纸巾盒里 抽出几张卫生纸 递在楼的手边 语气温柔 千余姐 别伤心了 你有我呢 这话说的暧昧了这么 让我忍不住抬眼 看向装横 一时无从 此时 我面前的装横 已不是初次见识 那么的瘦小怀弱 她高大帅气 举手投足间 都张显得优雅与娃 但凡是个青春期的 小姑娘见了 都会投来崇拜的目光 时间静止了好几年 装横 今天谢谢你了 不早了 你也打算回家吧 我下了逐客令 神情恍惚地起身 走到能够衣架上 取下她的意义 身为成年人的 我很清楚装横的意义 多年前的卸货 现如今的相遇 怎么可能会是桥横吧 王倩也只不过是在中间牵线搭桥罢了 现如今的我 身心俱疲 已然没有多余的精力 去进行下一个面 既阳如此 装横更是如此 装横舒展的五官变得紧促 民众的眼睛似乎有点软去 起身接过我手里的外套 有点不舍 你一个人行吗 要不 不用吗 我可以 她要是再来 我就报警 没等她来得及说出 我果断回局 装横走了 临走前加了我的微信 十分钟后 给我发来了消息 千余姐 有事情随时联系我 我都在 我没在意 也没回复 人与人之间的热情 终究抵不过一方的忽冷忽热 与冷漠淡然 如果我现在狠一点 装横应该很快就会放弃吧 八 第二天上班 正在做着手头的方案 PPT 王倩狗头般地探出 狗狗碎碎 千余 你昨晚 我用文件猛拍她的狗头 你的思想能不能正常点 怎么那么窝储 起身拿着文件去打印 王倩小嘴一批 屁颠屁颠地 跟在我后面不停追问 姐妹 双横那么好的小伙伴 你难道不动心 她双手一摊 露出一副难以置信 和无法理解的表情 我常叹一气 露出标志的八颗牙齿笑容 姐妹 你要觉得行 以上 到时候你俩结婚 我肯定给你包个大红包 伸手不打笑脸 王倩气得直哼哼 切了一声 扭头就回到工位上 可人还没来得及哄 就听见电梯钉了一声 高跟鞋与地面的急促碰撞声传来 一位身穿红色连衣的陌生中年女人 骂骂啼啼啼 看我今天不好好整治 你这个小狐狸精 真是造了法 竟然还敢欺搏女 另外 女人的尖叫挣扎声也传来 你给我松手 松手 小心我叫保安 两个人一扯一拽 气势凶手 横冲直撞的 就竟要何必运动 公司的打印机 就在电梯出来布里的摆脚裤 手中整理文件的动作 瞬间停止 那女人 怎么那么像白冰啊 不 不是像 就是她 众多的社畜瞧着这场面 哪能尽心去工作 屁股下的座椅一拉 三五成群的 直往玉泥部那边 王仙自然也不例外 拉着我 就过去热闹 那中年妇女表情愤稳 扯拽头发的手 不为分开 叫骂声 更是一声更比一声高 大家可得丢老太婆平平 对 就这个小姑娘 学啥不好 怎么专学当小贩 破坏别人的家庭 我的女儿 就是咱们公司运营部的职员堂物 前段时间刚结婚 就连给大家的喜堂 都是我和女儿陪大家包的 谁承想 这小妖精竟勾到我女婿来 还叫唆离婚 让我女儿近身出户 这世上有你真的不要脸的女儿吗 啊 中年妇女慢慢地厉害 因为身形比白冰大了一圈 一用力 直接把白冰扔到了地上 公司团建时 我和唐月有过简单的交集 那时 她和未婚夫已经恋爱八年了 从校府走到婚纱 这一路走来 是多么的新婚 在提及快要结婚时 留下了激动兴奋的泪水 想到这儿 我心里咯噔了些 八年了 又是八年了 好巧 这莫非是白冰的专属爱好吗 呵呵 座位上的唐月 看着妈妈来为自己打抱不平 瞬间眼泪不止 摘下眼上的墨镜 众多同事一阵哗然 王倩抓着我的衣服 惊悚的都要叫起来 千语 你快看 快看 我着实猛地被吓了一跳 唐月眼角处的大片黑青 分明是被人打的 老公出轨 还被家暴 竟还要忍辱负重来上来 这得有多难受 公司的经历 保安多闻声感 顿时整个办公室乱作流行 白冰上衣的学法衬衫流乱 脸部有隐喻的红色斩面 脖子上胳膊上被指甲划不止 他极度争扎 试图反击 嘴里也尖叫了他 我才没有 明明是你男人勾引的我 唐月再也不能容忍 一个恶痕的耳光 直接甩到白冰的领上 白冰 你别以为别人都是傻子 你和那个城中村老男人的事 我还没说呢 白冰傻眼了 所有人都傻眼了 不少同事们艺人都不得了 怎么还有 没想到白冰既然是这样 白冰是销售部的 我可是听人说了 他每天啥也不干 但业绩可是第一名 说到底 不还是得背后的够荡 白冰慌了身 强撑着身子站了前 放屁 你要是再这么说 小心我告你诡谤 唐月的母亲 双手擦腰 气哼哼地指着白冰的鼻子 又是一顿大 走走走 我就不信 这世道还没个王马 王倩激动得手舞足蹈 恨不到要把白冰 所有的丑事都抖拢 给他致命一击 公司的经理突然说好话 让大家以和为贵 这是在公司 私下交往 更是词言令字 让我们这种群 闲杂人都赶紧散去 赶紧干活 我走的时候 恰好和白冰凌乱的眼神相识 我垂眸 笑了笑 笑她的愚蠢 笑她的自觉 只是 我没想到的是 季阳会来 酒 我是在公司楼下的 咖啡馆间的季阳 她面色沧桑 看起来疲累了 头发很久没有打理 领头的领带也就歪了 今天白冰的事情 闹得沸沸的 季阳不可能不知道 我拉开座位 坐到她的对面 要了杯橙汁 面色耐热 心里毫无多 季阳正正看着我 眼里里里 又饱含着丝丝星星 芊芊 我知道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对吗 我闭眼摇头 对这种无意义的话 已经疯痛了 我能见你是因为 芊芊 你还没吃饭吗 我知道 这些事情全都是我的错 我以后会拼命去好好弥补你 季阳边说边从深色的小包中拎出一个饭 面带欣喜地打开 排骨有点焦 颜色太重了 应该是棍煮太紧 酱油上色 锅 芊芊 这是你最喜欢的糖醋排骨 我第一次过来 可能有点不好吃 但我以后肯定会改进来 说着 就拿起提前准备好的筷子夹起一块 递到我的嘴边 我推扫 季阳执意 一来一去 筷子一划 排骨直接掉到了桌上 芊芊学姐 我们真是有缘 我又见到你了 庄横带着满面的笑容走来 手里拎着满满的一袋食材 庄横的出现 季阳的脸色顿时凉了下来 温情的眼神变得犀利 芊芊 你们的俩什么关系 季阳拳头不禁紧握 浑身上下充满 这位就是季阳吧 你好 我叫庄横 最近这段时间 在追求千语学姐 我听到我说 我们已经幸会过了 庄横皮笑若不孝顺 但正是这样 使得周遭的火药味 愈发难练 庄横说完 转身看向我 眼神恢复以往的程度 把手头大包小包的食材拎起来 笑嘻嘻地说 千语姐 我们昨天不是说好话 要去你家吃饭了吗 人家都把食材买好了 你可不能说话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 庄横边说边牵着我的手 我往出自动 甚至探上肩膀 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 千语姐 我做的饭可比那糖醋排骨好吃多了 季阳气急 只能听到 他在后面使劲地叫我 千千 千千 出了餐厅 估摸着季阳应该看不见了 庄横礼貌地松开了我 千语姐 刚才真是不好意思了 庄横说的礼貌 微微垂直 眼底都是温情 我下意识 抬手揉了揉肩膀 轻笑 没事 我还得谢谢你呢 谢谢你替我解围 我笑着看小庄横 她的眼睛好深气 睫毛有一搭没一搭的垂落 正正地看着我 没脸乱乱 嘴角拔起丝丝满意地微笑 脑海中猛然想起 昨晚庄横和我说的话 千语姐 你还有我 下意识想要逃云 却被庄横有力地抓住手腕 千语姐 刚才说的是 我的真心话 我想追你 可以吗 自从在餐厅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想努力地向你靠近 想拼尽全力去保护你 我 我 我喜欢你 庄横说的真诚 而我脑子里 却已团乱了 成年人的世界 哪里还有真正的安静 无非就是利益 或者情长的需求罢了 我八年故初 都换本回季养了一次真心 更别说一次简单的邂逅了 一见钟情 终究是骗人的毒霸 我送开庄横的手 垂谋没有多想 别开玩笑 我知道是王倩怕我伤心 所以专门把你找到 犯案 你还怎么当真了呢 我们 是没有可能当 不试试 我们知道没有可能 庄横画感化 原本平缓的声音变得几乎 试试 我用八年的时间 试验我与季养的特情 最后输得一塌独立 再去试试 是不起 也输不起 真的是怕 庄横 谢谢你 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的 说完 没有犹豫 松开他的手 转身就走了 我和季养 青梅竹马了八年 最后不欢而散 感情与我而言 太过奢侈 一个人的安静 甜淡的生活 未必不是一种快乐 回到公司 白冰的舆论还在扩散 不少照片 视频甚至传播上网互联网 各大自媒体头条 都争相报道 标题党更是抓着噱头 大肆血液 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 众多网友 不仅发出白冰众多的 风花许乐试 更是牵扯到了记忆 我手机滑动着屏幕 看着一条条正义 给你来的屏幕 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 不是庆幸 但更不是联系 十晚上回家 是王倩送我回来的 千语 你得振作起来啊 怎么捏了八斤 看我 啊 王倩 把我附近的家门 扔在沙发上 一阵霉飞色我的脉子 我有气无力地 撇了他一颗 你这个狗大货 我才没你那么好的命 说着 就艰难地起身 想去厨房到水 喝 王倩吃笑了声 替你的哼了哼 摇了摇头 有钱也不好 屁事太多 太烦了 我笑笑 没想到 狗大货也有惊天 据我所知 因为王倩是家里的不生亡 这下又有了这笔意外之财 身价蹭蹭蹭暴涨 前段时间分手的男友 竟然舔着脸回来求父 千千 你说就这样的臭男 老娘没钱的时候 她在外面找影位 现在有钱 竟跪着求父 真是把天下男人的脸都丢光了 贵气 随后话头一整 庄房还不错 不过 可怜人家这个痴琴儿老 王倩厕过半个身份 手里拿着个橘子 来回玩弄 嬉笑 痴琴儿 可别 痴琴的人最卑微 我不希望庄房成为第二个人 她应该值得更好的幸福 这晚 王倩不买 我俩开了平微世纪 穿着睡衣相互搂抱 又长又跳 玩累了 索性往沙发上一趟 不禁感慨 千亿 打两就挺好 以后我养你 我将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附和着狗大户 这话我可记着了 不许反悔啊 不反悔 十一 王倩辞退了工作 离职满天 我帮她收拾东西 你可真是狠心 把我给落下来 王倩挑了挑眉 笑笑 你姐妹们 我太懒惰了 社畜的生活 哪有回去继承财产相 我气得想打开 好好教训这个卑星气的小 缺手 你的那些亲戚 还有前男人 说到这 我的声音 不禁降低几个音调 有点灭 王倩气得直哼哼 呃 我呸了一声 我家钱就是多的他 用来擦屁股 我也不借给他们一分钱 他们要是再赶在公司闹 就别怪我不客气 至于前男友 做他的癞蛤蟆美梦去吧 前段时间 因为白冰的事情 公司的名誉度 大大受损 原先已经谈好合作的甲方 竟然要取消合作 还让公司 赔偿大量的违约金 我没唐约那么窝囊 更不想在公司丢那个脸 我王倩的人生 谁也别想掌控 我问他以后想干啥 王倩爽快一笑 有了侠女 我呀 浪迹江湖呗 世界这么大 总有个地儿适合我吧 看看 王倩真的走了 前一天刚走 第二天 他的工作工位上 就多了位陌生女孩的面 大学刚毕业 是个实习生 满脸的胶原蛋白的单身 每天 在背后甜甜的叫着 千语姐做 这个表格怎么做 千语姐姐 你想要喝什么饮料 我去给你带 千语姐姐 你来公司工作多久 感觉你好厉害的样子 广乎间 我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的我和王倩 那时青春年少 被社会充满着稀济与渴望 我们手牵着手 走进这家公司 立下要干出一番天地的事 时间可过得真快 王倩走后一个人 他给我发来一个视频 视频里 他穿着登山服 背着厚重的旅行包 在树丛帽里 临间小溪中 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幼脸 失去母亲保护的幼脸 犹如断线的风掌 他惊喜地发出稚嫩的叫声 岂不用发育未完全的翅膀 将自己包裹 拼尽全力 呼唤他的母亲 王倩和我说 离职后 他几乎去了全国大部分的地方 想过创业 想过学习 甚至想过重操旧艺 可是 他最后还是选择做一名志愿者 一名保护动物的志愿者 千语当社畜这么多年 我都快忘记 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你看这个小鸟 它多可爱 我要帮它找到自己家里 真正的生活 我听了不仅挑战 我好像也忘记真正生活的意义 八年的青春 追随季阳的脚步从未停歇 此刻 墨地停歇 似乎有点茫然 今天周末 起床给自己做了简单的早餐 正打算打开电脑工作 一阵敲门声响起 是庄横 他穿着一身精干简单的运动服 身体似乎微微有点粗汗 衣服贴合在腹部 显现出完美的腹肌线和人鱼线围阔 脸部微薄 不知是运动过度 还是害羞 千余姐 早安 庄横活泼轻快的声音传来 让人顿时神情气爽 早安 我也笑着不合 双手交叉在胸前 看着这位 坚持一个多月 每天早上 晚安 晚安问候的胸台 为了追到我 他可真是不得首歌 这么好的天气 要不我们去爬山吧 我连东西都准备好了 庄横骄傲地拍了拍 身后肚子当中的包裹 爬山 似乎很多年没有爬 不过 可以试试 换上爬山服 把常年的披肩发 用皮筋 扎起高高的马尾 和庄横来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庄横 你说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山顶 俯视着山林水溅 我问庄横这个问题 他笑了笑 又看了看我 视线重新看向了前方 没有多加油意 开了口 生活的意义 这个词太宽泛了 现在就挺好 有山 有水 有鸟匠 有虫鸣 还有 我最爱的人 说到最后 庄横看向了 嘴角连起幸福的笑容 人的一生 守护亲情 友情 爱情 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 可走着走着 却发现迷了路 错了办法 为了寻找初心 不惜使出浑身解数 甚至千疮百痛 可 我们愿意 因为真正的生活 就是要有山 有水 有鸟叫 有虫鸣 有我最爱的人 也有 爱我的人 事情的人也 但绝不会重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